节目爆料说知名的美国漫威公司 想要把他奋斗的过程变成了漫画 而有网友思绪漫威官方脸书 却得到对这件事情完全不知情 而有网友也纷纷嘲讽替韩国瑜命名 高雄队长直销队长发财侠 各种搞笑的名称纷纷出炉 我们来听听他当时的说法 漫威公司来了一个合作者 他说这个故事 我的故事非常神奇 他们叫漫威来发表我的一个故事 漫威 那韩国瑜被网友打脸 而高雄市政府也立刻澄清说 的确是有前漫威成员 是一位A11执行长马丁 曾经拜会韩国瑜 要洽谈合作设立漫画游戏的孵化器 那不过有网友也找出了 这名马丁的真实身份 说他疑似是公关公司的董事长 兼任执行长 那有网友找到这名大卫马丁的简介 上面写到对于客户生育管理 危机处理和业务发展战略方面 拥有超过35年的经验 在全球超过35个国家完成项目 包括某国家实验室 沃马尔 还有台湾证券等公司 而网友也质疑 那这名公关公司的CEO 到底是在漫威兼职 还是这一切都是公关公司策划出来的剧本 那网友也说要继续看下去 那么可能会不会听到 Baix 就会不会理解 我们下转地 我们下转地